盖板上的封层也很薄 太薄了 底部几根 切成链 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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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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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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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这个数字质量还可以 因为他是抛官的 所以虽然已经有三年的历史了 但是这个耳机看起来不怎么缓 缓缓的程度比较轻 为了避免拆断焊线 这个焊线会很细 所以只能把它拆得碎碎的 尽量的把所有的研件完美的拆出来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去动它的分屏 这些东西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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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已经连同插座完美的拆下来了 包括所有元件都是完美拆下来了 到时候只要查出哪个线接反了 然后给它接正确 然后改进湿膜里面 改进新的湿膜里面就可以了 接上工模用的硅胶套 就可以当工模的UELive来停 这组单元差一点点就安装不进去 这个小姐姐的湿膜差一点点 单元组全部塞进去了 打管也比较一致 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元件全部处理好 把它固定好 湿膜已经改好了 现在展示的是插座以面板的平行程度 可以看出还是比较平行的 这是手工的嘛 有少量的偏差是正常的 只要不要偏的太太离谱 像UELive那个就太明显了 那个就不不算过关 像这个还是比较平行的就可以了 这户UELive来干系过来的时候左右偏扎非常大 而且中平非常的凹 这其中的问题主要是一颗中地平单元 33438这颗单元有偏应现象 更换了新的单元之后就正常了 它的中平凹了那么一大块 我甚至怀疑它的线路是接返了 但事实上它没有接返 只是调音如此 客户跟我提到说可能是他当时要求的是舞台监听 有特意调过 所以说有可能是原产就是那么调的 但是目前这副耳机它是给他妻子改 给他妻子带 所以说听歌为主 跟他商量过之后 我们决定就把凹的部分给他恢复一些 恢复跟正常的UELive来差不多 所以我给他改了一个阻尼 这样的话 它的中平就恢复到正常的UELive来的那种水平 这是中平恢复之后的平衡曲线 所以说这个UELive来改模 所有的分平线乳动没有动 只在33438这个单元之前的阻尼 换了一个阻尼参数比较低的阻尼 新改的是模用的是凹槽0.78插座 深紫色壳体加稳定布面板 整体采用抛光方式处理耳机壳表面 跟UEL原产一样 也是采用整体抛光的形式处理耳机壳的表面 整体颜色看起来比较鲜艳艳丽 后期也不会因为刷亮期花黄的那种看起来有点旧旧的 更多抛光工艺的优势 可以帮一帮我晚期的视频里面都有讲过 这副视膜我右耳带起来是声音正常 左耳低音会漏 只要用手按起来 我就可以听到这个UEL的视膜的声音 我感觉这个声音中低频是相当的猛 因为中低频相当的猛 所以它的高频就发挥不出来 在你听摇滚啊 听插片这些东西 高频相比我自己调音的那些耳机 插片的声音反馈 少了很多细节 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副UELINE 那我是推荐蹲一个二手吧 然后拿过来改视膜就可以了 没必要花一万三元价去买一副UELINE的耳机 你蹲一个二手 人家撕膜腰折一下 它那个价格肯定打折很多嘛 你买过来给它改一下 整体来说会比原厂要便宜 只要注意收来的耳机 没有进过水 没有偏音就可以了 吗 不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